即日親民友人出面控訴 閻亞倫強制性交海偷拍 讓他瞬間成為性情嫌疑犯 而中國網友挖住閻亞倫 過去上節目的片段 自曝曾經遭遇性騷擾 廚房還滿 就是空間滿小的 然後我在做沙拉 然後老闆就是 因為辦公室在最裡面 他常常會進進出出 可是有很明確的摸到你嗎 就摸同一個地方 是屁股嗎 對 就是可能 我屁股比較翹一點 閻亞倫說年輕時 在咖啡廳打工 遇到老闆身狼抓 飽受性騷擾所苦 對照現在遭前男友控訴 強制發聲關係特別諷刺 閻亞倫受傷的代言 以及合作案 也紛紛遭到廠商切割 什麼都點得到嗎 外送平台UberEats三月 風光著來閻亞倫拍攝 新一波廣告 卻閻亞倫捲入MeToo風暴後 6月21號宣布暫停合作 還有原定下半年 接下公視政論節目主持棒 公視方面也緊急宣布 終止與閻亞倫的合作關係 陷間性侵偷拍風暴的閻亞倫 前途毀於一旦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好新聞